3号玩家你能多坐一会儿吧 你也不为你粉丝吵吵吵一下 就天天爆爆爆爆爆 你快了快了 不要往前 纪律小竹章如果说没有让狼人走的话 他就是狼人 对 冲银冲银 你也太干得起 我感觉 我感觉 我那个 他如果推得好 需要点单的玩家 请关注屏幕下放的微信公众号 行不行 关你屁事 老子他妈读的还漂亮 你才来关你屁事 不是要偷酒 偷酒最后的 你无所谓 哈哈哈哈 我是个猎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不过我不玩了不玩了 这完了 这人也偷你 来不过你 收一下点单 点单的朋友们 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给龙哥和李锦投食 还有王宝宝都可以 在我们的公众号 下面最后有二位 不要了 雪碧就不用了 哈哈哈哈 小队长说他不想喝雪碧了 想喝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 我酒精过敏 不要了吧 好的 想吃什么 好 这下一局呢 我们的还是板子 还是玉女烈白 好 希望这一局 小队长 想玩什么板子 我也没什么 好 说玩家确认好身份台 别配戴面具 这个龙哥有点忧郁吗 完了 要吃刀 我将您的号码排放在灯上 3 2 1 上井的玩家有 3号 2号 3号 5号 6号 7号 8号 10号 11号 8名玩家上井 现在是 22分 请从10号玩家开始发言 11精水 我是个预言家 变出11茶沙 我的井会率是35 变出11是个精水 井会率就是9 那么简单 因为11是个茶沙 第二天就从精水去带队 变出是个茶 变出是个精水 第二天 9号玩家 你就不需要带队了 如果你是个好人排 就这样发言 1圈2圈3圈4圈5圈 永远这样去发言 我是个预言家 井会率就9 要预言9就不用预言1了吧 4号玩家不诈别我就是狼 就这样跟你对话 打倒钩欢迎 无所谓的 还有谁要预言呢 9 9 学院女的 9应好 1 2 9 9 2顺耀 我是个预言家 十一精水 心路历重这么简单 就靠11号玩家 试个什么东西 制定我的井会流 11号玩家 现在是个好人 那么就不需要 第二个人带队了 所以验9 验2 冲茶沙 现在 就不需要怎么发言了吧 他现在是个精水 第二天冲茶沙 他如果是个茶沙 我要第二天 找个精水去验的 带队的人去验的 我认为 5号玩家的逻辑蛮好 3号玩家 如果是个好人 一定不会带错队 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你们了 我先需要一个 十一就可以了 9号玩家 9号玩家 我是个预言家 十一精水 跳吧 不跳 我第一天不知道归谁 过来 11号玩家 请发言 你胆子是真的肥 我你也敢发精水 看来 对我不够了解 但是 你剥夺了 我汉吊的权利 完了 十十一双了 我认为是十十一双了 力度太大了 力度太大了 我想我拿 拿这个牌吗 我就 嗨一波 对不对 因为他们觉得 我上井呢 不是愿家 就是汉跳的 我今天 不是愿家 我就来嗨一波 来这个发个精水 准备好的 所有的发言 下回汉跳泳 下回汉跳泳 就那天 扛推540那天 哇真的爽 是不是 我认为是十十元家 好吧 胆子太大了 力度太大 对于我来讲 对于你们来讲 不知道 对于我来讲 力度太大了 我认为是十十 好吧 我过了 12玩家请发言 我是个原家 是给井上 获住了十一发和精水 我听十一的发言 像个好人 那有可能井上 就产多好人 井下开多匪 那我就全剧院井下的 好吗 先验这个九 再验这个四 昨天验的这个五 是个茶沙 因为井上这个十 我觉得已经是在汉跳了 还有一张茶沙 是张五 我觉得十一是个好人 那井上其他位置的牌 我觉得都可以放了 对吗 那我觉得他的狼头帽 有可能在井下冲票 那我就先验这个九 就验出来 如果是个精水 就如果是个精水 那一四也不用验了 自己去表水 好吗 就去验这个九 好啊 够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二十元家 不是 开玩笑的 我想分析一波 就以上局为例 就十上次 十上局的发言是 就眼睛瞄来瞄去的 这局它是这样子的 但有思考性的 但十二的发言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十 十二的发言 谢谢 谢谢 十二的发言 就是哪种呢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 他上一局 是预言家的时候 他也是 不抱先验人的 就一圈先打一遍 嗯 五十个茶叉 所以我觉得呢 相比上 因为上一局 是十跟十二跳的嘛 相比状态的话 那十的状态呢 有点思考的状态 十二的呢 就可能不太清楚 我也分不清楚 我就评判上一局 也是你们两个跳的嘛 那我不是预言家 我想嗨一波的 我给三一张精髓牌 过了 三号玩家 请发言 这 算是互动吗 啊 先言九后言十一精髓反水 二号玩家是我的精神 嘿嘿 嗯 十啊 呃 这样啊 我这个人呢 偏人性 十一号玩家 本来游戏 我让你做主 我认为是这样的 假设十二玩家 是一个狼人呢 你十一号晚上 一定是中刀了 一定是第一天中刀的那个人 除了这种可能呢 那十就是一个 真远家 嗯 十有两点 我不满意的地方是因为一你被口诀 我认为你这种这种发言啊 一定是晚上想好的 就是晚上想好的 十十一是个精髓 如果十一是个茶沙 我晚上就要验三五 十如果十一是个精髓 我仅会就单验九 你把所有的东西就想好了 所以我觉得 而且你沉浸在这个东西里面 你出不来 出不来 我没有说你是个狼 呃 我跟你打过几场游戏 我对你的性格方面有一定了解 我觉得 你有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但你是个狼 你绝对有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我对十二号玩家不了解 上轮游戏 我并不觉得十二号 对我的威胁很大 我实在是无聊 聊发聊发 就聊得 自己都听不下去了 嗯 十二的发言呢 跟上轮一样 就比较 简便 比较简便 我很难去分辨它 但是 我知道 十二号玩家 应该是跟十一号玩家一起来的 我觉得朋友之间 会有互相的了解 就是我了解 八号玩家是一个道理 所以 以十一号玩家 对十二号玩家的了解 你觉得十二号玩家 是一个愿家 我就跟着你走 如果十一 还是要站十的边 我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十二号玩家走 十一号玩家 是个好人 嗯 其他的没什么 那后次就随便聊吧 嗯 八号玩家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想问问你六号玩家 你觉得六号玩家是个什么 嗯 其他的没有了 好吗 其他的不想听 我就想知道 八号玩家怎么评价六号玩家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站边十 拍身份 普通村民 这个牌十二汗跳 对吗 你就这样去想好了 十一号玩家 因为十二给我一张好人发茶 所以视角 我很清楚 十一一定是个预言家 这个三在高智慧 让你十一去坐着 他让你定义谁是预言家 我不知道你十一怎么定义这个三 对吗 就这样去想 因为十二他这位子汗跳 他也不说为什么要验我五 他说他只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他十二告诉大家 我是个预言家 我验了五是个茶茶 我听了十一 我觉得十一像一个好人 然后景辉留九四 对吗 那十号玩家 因为他到时候他骗大家 说他十二号玩家是个预言家 那十号玩家的发言 他十二号玩家从此之中不了了 因为十其实有一段心路历程 他说他验人验你十一 觉得你十一 如果验出是一个茶茶 他想去验三五 他觉得三五有可能是好人 也就是说在十的视角当中 他十对三五是有一个定言 那十二外出为验出 他说他验了我五是一个茶茶 那三十张什么牌呢 十二没有聊过三吧 对吗 因为实在花了比较长的篇幅 聊了三五 然后最后说验出你十一是一个精水 他觉得你是个好人 一定能带队 所以说他就去验九 他觉得九十个茶茶就出局 九十一个好人 就不会被扛推 对吗 这是十号玩家 他自己解释的心路历程 那十二号玩家在这里 就说去验九验四 觉得我五是一张 他验出来的茶茶牌 那你去想十四张飞 五四张飞 那你十一是一个两边都认的好人 对吗 那十在高之为给你发一张精水 五在后之为就是要替他打山洞了 对吗 那外之为的这张三 这个十其实发言有一点点默认 这个三是一个好人 他说本来想三五顺验 觉得三号玩家配置很好 五逻辑还可以 所以想验三五 那就是说十默认三五像好人 那这个三在十二四角当中是个什么呢 因为十二 他骗你们是个预言家 但他其实有一点没聊好 因为他觉得 他跟他队跳了十的精水 你十一是一个好人 那三在后之为 其实替他圆了这个坑 他说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说你十一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是可以理解的 我举办 举办 六七八 怎么样 我在公开别人发言的时候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我我怕 我安掉了 现在 一直在说 你抓建议要照顾的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我们JYC 我们JYC很公正的 现在开始投票 大家觉得他放肥的举手 没有没有 三二一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说过 就因为我没有规则大家觉得放肥的举手 你们JYC的员工 不是 兄弟先发过舞台给王宝宝 在这边 他说你帮忙看的 不是 你们讲道理我没有说话 我说话我就认我没有 继续发言 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好好 那一会让他前一分钟说话 闭手 是 好 我号玩家继续发言 发言时间还有一分半 不是 那我底盘是个好人 对不对 我给你们解释这么清楚 这十二汉条有非常大的视角缺失 我底盘是个好人 五十不共编的 对吗 你们外置的所有人都打十一 是一个好人 对吗 这个三 我不知道是因为十一号玩家 这三企图强势给你对话 其实三想软占编十二 但他说 今天我想让你十一做主 对吗 然后他说十的毛病 但他把十二的问题给圆回来 因为十二 他说他觉得你十一像一个好人 对吗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三呢 我觉得三不一定是个好人 十二玩家 因为你当时先入围剿视角 你说十一 我验十一之前 我觉得十一是个茶茶 就验三五 我觉得三五能带顿 十一是个精水 三五就随便 我就去验九 对吗 我底盘是一个普通村民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你能听出十是一个预言家 你也能认一下 我五是个好人 今天把十二投了 那井底下一四九 我不知道 也有多少好人 多少狼人 如果底下狼人多么 那十二玩家 你势必吃不到这个井灰了 对吗 就我五号玩家是个好人 高智慧的三 其实我觉得倾向于站十二 所以三在这里 我打一个问号 那四啊 四号玩家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十 跟你四有一波直接的对话 觉得你四不站他的边 你一定是个肥 对吗 那我看看你四的投票 或者六七八啊 我不知道八 我不知道三号玩家 说八号玩家 一定是个好人 发言时间到 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等会再 谢谢 我为什么叫你别拿 因为我们要出去了 我是个女巫吃刀了 所以龙龙你也不用拿 我们等会一起出去吃 谢谢小格力 吃不了吃不了 龙龙我们一起出去吃 我们分享一下果盘 因为我听了三的发言 我知道有可能读错了 然后三说八是个好人 然后问八询问我六号玩家的意见 但是每次我发言 总会给你一点惊喜 对不对 三号玩家 龙龙你也随便说两句 马上我们就出去了 好不好 怎么我们出去吃水果 所以刚才叫你不要拿 我等会 我说叫他等一等 我们出去吃 好吧 哎呦 怎么会砍到我的啦 你们是不是也没冲着牛砍 就随便砍一刀砍着玩玩是吧 你也不客气兄弟 你吃就吃 你别让我等会看到你是个狼 你晚上把我砍了 白天还吃我芒果 那吃了还好 那吃了你十二号就出局吧 如果他不吃了 我估计他就是个狼 但是他如果晚上把我给砍了 白天还吃我芒果 我也是服 龙哥啊 我记得你上次读错 我白痴骂了我 你女巫把我白痴读了 你前置位先跳一个 女巫把我骂了三分钟 这一局 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就当还给我 好不好 就当还给我 我也不知道 我大概率是读错了 因为你老奸巨华的 知道我读了你 但是读也已经读了 我真的很真挚地跟你说 I'm sorry 等会你那个四号玩家 用法语再帮我补充一下 好吗 龙哥那个中文是 I'm sorry 那个 普通话是对不起 然后英文的话 就是I'm sorry 好不好 如果你是个狼的话 你当我白说嘛 你自己自报一下 也可以 好吗 反正病危通知单 已经是给你了 好不好 我就过了 好吗 我就一分钟 好不好 龙哥 好吗 谢谢景哥 好吗 我希望你不是一个狼 要不然你跟二号三号 玩家真的是太油腻了 好吗 就什么 哎呦 你是精髓 哎呦 我是精髓 哎呦 你们干嘛呢 你们两个人玩吗 好了 也别跟我们玩了 好吗 你们两个人玩吗 好呢 精髓 饮水 捅水的 好吧 这具游戏是没有饮水了 好吧 今天呢 可乐也发不出去了 好吗 请龙哥干杯 好不好 龙哥对不起 好吗 今天看你穿得太帅 有点深沉 好吗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牛 这张牌要么就拿掉吧 啊 换手位好了 这个傻逼把我读了 我是张枪牌 跟我说是这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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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请大家保持镇定 七号玩家请发言 他把水果移过去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说一下我的真实心中历程 本来六号这个傻逼 sorry 不应该 不应该说这种 确切的形容词 本来六号这位玩家 说读我八的时候 我也准备跳个枪 我说法官没有给我 这个手势 我看你就跟看个笑话一样 那现在事实证明 我错了 因为我不是一张猎人牌 但你真的是个笑话 当然我还保留一点点小小的想法 就是这个六不是一张女巫牌 但七我觉得 它是张猎人牌 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 跳个枪 说我被堵了 所以说嘛 我就不想跟这个六同阵营 拿好人牌吧 要么归十二铁两牌 十二个枪 我跟你们盘一下逻辑 刘二龙不在 跟你们盘逻辑 什么 四五六一定是出狼的 五是一张饮水牌 所以出啥 出九啊 出什么 所以出九 他说四五六是一定出狼能牌的 五号是张饮水 四是女巫 我六号是白痴 所以出九 优势 读七 优势 真的是能读 左一右二嘛 对吧 很好 读得很好 那我就不表态了 因为我本来准备点 一四六十啊 在我室啊 我本来准备点一四六十啊 现在六这个人 跳了一张女巫牌 可能我要重新盘了 重新盘了 听十一规票吧 我觉得三号那个逻辑 说的挺正的 但我真的本来准备点一四六十啊 这是我在我这个位置 我听完发言时候的一个试教 但现在肯定是我错了 因为六我打错了 那也就重新逻辑 重新盘 我需要再听一圈发言 九号 因为你们两个预言家 都没有聊紧下的牌 一二四十九 也根本就没有聊过 验什么什么牌的 至少这个十聊了一下 我有什么验九 十二我觉得你这轮 跳跟那一轮真预言家跳 有区别的 状态上是有区别的 所以其实目前为止 我是站边十的 但是我站边十并不重要 因为十一这张牌 已经功能是好人牌 十一这张十的精水牌 如果他要反水 也阻止不了 是狼人 他站错边 狼人要冲也一定冲十 他要站对边 十也一定出不了局 我表达我的目前 我的个人观点 两种心中意诚 我都跟你们说了 最后时间 就聊一下这个六 就是 怎么说呢 就还是那句话 除非你的智商 比你要炸的人的智商要高 你才能炸得出来 否则就是一个笑话 好吗 发言时间到 我觉得狼人可以自爆了 因为你们四郎打两神 过来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现在是退水时间 扔在井上的玩家有 三号 六号 六号 七号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扔在井上 退水玩家不能投票 请井下的玩家 在我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 四号 两名玩家投票给十号 一号 四号 两名玩家投票给十号 九号 七票 十号 玩家 两票 当选 警长 昨晚 六号 七号 两名玩家倒牌 死亡 事局不分先后 请六号先留言 事情是这样的弹幕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七号是怎么死的 诶 十一号玩家 等会不能发言了 因为他场外 那么场外 狼人不可能找他扛退了 一定是精神 这个不要算在我 七号玩家 你自己怎么死的 你自己心里应该有点逼数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狼人睁眼的时候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读七号玩家 我也不甩锅 如果你是个恋人 这只能说你作死 他干什么 你知道 狼人睁眼的时候 我脚呢 我抖发抖发 我不小心碰到他一下 他对我帮一脚 然后我有踢还他一脚 他又踢还我一脚 然后女无情睁眼 我死了 我再踢他 我找不到他了 他是这么死的 不是 因为我在抖 我不小心碰到他 他对我恶恶恶一脚 你知道吗 那么我这个人 又不服输 你们又知道的 我就踢了他一脚 然后他对着我又是一脚 然后他门砍进了 我也不睁眼 真的不睁眼 然后我要再踢他的时候 他把脚移开了 你知道吗 我欺负不到他了 女无情睁眼 我死了 我也没办法报复他 对吧 我就一瓶毒药过去了 谁知道 他只来跟我说 他是个猎人 底牌是蛮硬的 你要起码就白天骑我 你晚上骑我 你弄不过我 那我只能说 I'm sorry 我也不是盲睹你 对不对 大家都是朋友 下一局 你摸个猎人 白天骑我就可以了 晚上还是我有点凶 那么我也 我也没有办法 狼队 我只能帮你们 把精髓给 让他不能发言了 好吗 别的我也没办法 刘奥荣啊 让他去吧 刘奥荣就这种小人得志 法国回来的 那你带我赢一盘吗 行不行了 当然我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有可能你是个狼人 但是我觉得 法国回来的还可以吧 菜是菜的一点 我们今天就看看 刘阿龙carry 和我们carry一波嘛 好不好 以后呢 拿个枪 晚上就低调一点 不要那么多动作 是吧 踢不过 你踢引我又怎么样了 命没了 也是可以输一输嘛 我们两个出去吃果盆 我是为了让你吃果盆 当然了 我不知道死的时候有果盆 我本来是想喝雪碧的 好吗 你不要是个狼 吃我那么多点头点头点头 你要是个狼 但是刘奥荣配置还是很高的 他本来要点1462的嘛 配置也蛮高的 1462 你点错嘛 你就装个B 你说哎呦 六号玩家不是 你哎我怎么跳个女 我还点我 哎呦 配置真的高 我等我看 1461对吧 1462 我刚刚对几个吧 好吧 对几个 你们笑两个呀 不笑他就对了 一号玩家他对了呗 一是真的怪蛮怪的 天亮的就那个 好了 错就要认错嘛 对不起了 我是第一天吃刀在读你的 好吗 以后别踢我了 踢我踢赢了 没用 没没效果 那 好吗 对不起 I'm sorry 吃面 雪碧 哎 谢谢巧克力送给七号的雪碧 哈哈哈哈 我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哎 不行了 不行了 走了走了走了 好了以后别踢我了 过来 今后玩家请发言 所以跟这种傻逼在一个阵营 好人怎么可能会赢 哈哈哈哈 昨天吧 自己张唱牌被女巫读了 对吧 一段视频 你们去点击他的微博 我不知道有没有 没有 那就点我的微博吧 好吧 哈哈哈哈哈哈 踢我一下 哎 好吗 我也知道 读不来人就不要乱读 请队长 请队长 王宝宝想 快点 为什么他可以唱 他他他他 他愁不然 那他 他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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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愁不然 好的好的 我们想他听到 好的 好的 转开了 预言家是谁啊 反正这个好 好人选 跟这种人在一个阵营 怎么可能会赢呢 对吧 晚上预言家 我也不知道谁是预言家 反正我起身 我就在想 十一是女巫 还是六是女巫 后来我对着六狂看 我就知道这个傻屁不是我 反正好人肯定输了呀 跟他在一个阵营 怎么可能会赢 晚上预言家一刀 再找个白痴 好嘞 那就快点游戏结束吧 过来 预言发表结束 请警长决定 颈左颈右发言 颈左颈右发言 九号玩家请发言 我说我不管发言什么 反正你 谢谢 别动 别动 谢谢 你们两个不是都要来验我的吗 我都是进你们第一个警惠流的呀 对吧 那么我觉得 反正不管我发什么言 你们到晚都能验我 我站你十号边呀 虽然我觉得十二号找不到狼队友 但是你们上一轮反正 做你们狼队友的时候 你们也跟我说全部做到勾 还有这个打法的 对吧 那我觉得 你十二号 为什么不好 就像你十二 十号的状态 我觉得比你十二号好一点 我觉得三号不好 因为我觉得你二号比 你在那个位置 因为你们一二三这个位置很尴尬 我就会出两狼 因为我打个游戏 我都 反正是发言的游戏 都是自己说的嘛 说的嘛 对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那一二三里面出两狼 然后二号在那个位置敢给三号 他说 我觉得你三号什么时候还可以 那我觉得二号这个位置就比三号高 三号起来 其实他聊了一堆 他说你十号十二号 我没有听清楚 他到底是要占你十号边 还是十二号边 对啊 请你们后面来给我解释一下 我大概是听到他在拍 说你十号是晚上是准备好的语言 好像他是说 要 就是保持中立 反正不站一边 要听一下的 但是有轻轻拍你十号的 那你告诉我 站你十号边 是不是三号身份就不好 我觉得一号那个位置 就像你们不管是 因为我觉得八号是好人 我觉得你踩的位置一号 应该是 应该是皮狼 我觉得二三里面出一皮狼 你一四 但是一四九是我们三张锦下的排队 我是一张没有上票 我已经说过理由了 你们都要来验我 你们下一轮就知道我是好人是坏人 那你一四能那么急刷刷的票给十号 我想你们晚上要么 一四里面出一个好人 要么又都去到够了 对吧 那我觉得再怎么样排你一号 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狼坑位 然后我觉得你五号是好人 因为是被十二号那个踩的一个 然后踩也不多说了 过来 八号玩家请发言 九号后半段聊得挺好的 前半段一半 后半段聊得挺好的 因为他去聊了一跟四 同时紧下的排 就好人是一张好人排在锦下的话 他会去聊同在跟他锦下的这张排 所以我觉得九号像好人 我再说一下我的真实心路历程吧 不过我这一说狼人就一定知道 我是一张平民排了 我就无法为白痴去挡刀了 那白痴自求多福吧 王宝宝这种女巫排 自己独了个狼人排 独了个猎人排 然后起身说 哎呦你们两神去跟四郎打 你们来carry啊 这不是个傻叉 是个什么东西呢 因为六十张女巫排 我就不能保三了 因为三入业之前跟我说六十张狼人排 当时三号的发言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把三排了 三把二宝了 二三互发精髓的 所以我把二也排了 所以我当时点的狼坑是一四 因为五是十二的查杀 而我听发言十可能更好一点 当然五的发言在我这边 就没有特别让我找出一定是狼的发言 所以总体来说 我当时就把二三五给放下了 所以我的狼坑是一四 六 包括这个九和十二 这是我所有的心路历程 现在六是一张女巫排 所以我就不能把三完全排掉了 而且一四两个都是投十的 当然 至于本轮一定是十跟十二的轮次 我这张牌都已经这么暴雪了 所以我要出十二 估计也不一定出得动 就看这个十一的站边了 我会跟着十一去投 这是You have my word 五我会再听一下发言 因为在我 因为六四张女巫排倒了之后 我前期的第一轮的逻辑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我要找到我错的错在哪里 所以我会再听五一轮发言 我希望五号你聊满三分钟 我一定能听出你是张好人还是张狼人 其他没有了 我希望如果十是一个预言 如果十是一个预言家的话 你一定有必要去验这个三 这是我的判断系统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发言 那你们都认十一是个好人 要听十一默制归不漂亮 那我一个人像十一表水就好了 好吗十一号玩家 我底牌是一个好人 这个牌今天一定投这个十二 现在我不知道好人输还是赢 但这个牌总共好人 不能输得很难 看被屠成了 对吗 我景象就拍了我的身份 我底牌是个普通村民 就十二在那个位置起跳 他要去验这个九 验这个四 对吗 那十二 他说五十个茶沙 也就是说他十二定义了 五十张茶沙 十四张汉跳 十一十张好人 那后组有没有狼牌呢 对吗 他也不聊这个三 但说实在了 这个三号玩家在我后置位置 这三号玩家让你十一号玩家 一张你全场公认的好人 去定义预言家 那说实在了 他也就告诉你十一号玩家 你自己去定义 我三号玩家是不是个好人 所以三号玩家 我也没有必要多聊 对吗 因为他都发出这种业 你十一号玩家 假设在后置位 你觉得三不好 那三到时候就只能出局 所以三号玩家的身份 你十一号玩家自己去定义 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听了前出来九的发言 我也觉得九的后半段聊得挺好 但其实九的前半段 我当时觉得九是一张没有投票的牌 他不投票的理由 是觉得十十二都要去验这个九 对吗 但其实这个牌 今天就是五十二对冲的轮次 那你觉得十像一个预言家 你要站边时 你觉得是有验人功能 你其实就投给十 对吗 因为外住的一跟四都投给了十 他们投票了 对吗 那九号玩家到底是个什么 十号玩家你自己去定义吧 我觉得他前半段的逻辑跟他后半段 那后半段的结论 这九也打了这个三 对吗 那八觉得九好 那八对于这个三的定义是什么呢 对吗 因为我觉得 我听三号玩家紧上发言 我觉得三号玩家 指了十号玩家的问题 然后十号玩家的缺失 他稍微弥补了一下 不过这个牌 说实在 你们大家都 全场人 我觉得大家的发言都是十一号玩家 你底牌是一个好人 对吗 你去听发言 你去定读 我们跟着你投 所以我五号玩家 就只对你十一号玩家 对话 我底牌是一个好人 好吗 我五跟十不共编 我五是张狼牌 十是张狼牌 那井下的一四九 一四都是十的狼同伴嘛 对吗 那第一天 这个六读了这个 因为现在 我底牌是个村民 我是要很清晰 十一定是张预言家 那六是个女巫 他读了一张狼人视角当中 不认识的牌 且井上跳了枪 说自己吃毒了 在狼人视角概念当中 一定是 两生一走了 那外出的狼人就打到勾了 所以一四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也听不见 我没法因为他们的行为 去定义 对吗 那我听了前智慧的九的发言 我觉得九的发言 说实在的 一般 那三在井上 觉得八相一个好人 那九相又打了三 那八觉得九也是好人 那八对于这个三的定义是什么呢 对吗 因为很简单 那里现在场上只有十个人 里面有四张狼牌 只有六个好人 我底牌是一张村民 十是一个预言家 十一是实验的精神 那也就是说 外出的只有三个好人坑了 对吗 那井上 我后智慧去听听一四的发言 因为这个牌说实在 我底牌是张普通村民 我找到了我认的预言家 我就像我 你们公认的 我认的预言家的精水表水 对吗 那外出的说实在 这牌一四当中 有没有狼人倒勾 你说我五号玩家 一张需要表水的村民牌 没有办法去定义的牌 对吗 那你们今天都愿意 站边这个十 那今天就把十二投了 那十号玩家 你底牌是个预言家 你后智慧 你就去 冲你觉得像茶茶的牌验 因为这个牌 如果你再验出精水 第二天生推 就很难 对吗 因为已经两身一走 十是个预言家 外出的所有票 都投给这个十老人 就打倒勾 那起来十就一刀 那外出的一张白支牌 就常常好 好吗 我井上到井下 多报水 我底牌是张普通村民 那十二 井上汉挑的 心路历程也没有 他对于三也不定义 他就去 验井下九跟四 对吗 那一跟四 你们站边这个十 你们一定能讲出 你们站边十的理由 好吗 我五号玩家 井上就拍身份 发言时间到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其实是认为 你五号玩家 是个好人的 但是你这轮 发言蛮奇怪的 你让我一四 说站边十的理由 那你如果是个好人 十二号玩家 是个狼 十号玩家 是个预言家 一四两个人 怎么样也得放一放 我为什么投票 我为什么投票给十 因为基于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他这轮 应该是个原家 哎 这轮蛮奇怪的 又是十十二对跳 我觉得前 这位八九不好呀 九号玩家 首先你是一张 最为景下的牌 我不管一号是什么 我本来觉得 一号玩家 是个铁狼 哎呦 我想出一 那九号玩家 你怎么能弃票呢 我觉得九号玩家 聊得不好 这个八号玩家 聊得也不好 哎呦 我忘了你聊的 哪里不好呢 反正我就觉得 这个八号聊得不好 你反正打我的人 都不好 我觉得八号玩家不好 而且九号玩家 去保了这张 八保了九 还是九保了八 我觉得八九 两个人太做作了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 我对我们有这样的 六号玩家 这个掌门觉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挺苦的 真的挺苦的 八号玩家 刚刚他让我 给你说句对不起 教你怎么讲 得都累 好吧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 对不起 好吧 我们先弄这个九 我觉得九不好 好吧 只能先把这个十二投了 你自己去验 我相信你有能 我相信你有能力的 我觉得五十二 应该不像狼才狼 五号玩家 还可以 五号玩家还可以 你打不到 你要打你打不到意思的 你一定是去打这个八九 跟你讲投票理由 就是因为 这十号玩家比较理解 十一号玩家 应该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八九十二 不太好 一号玩家先放一放 二三也不知道在干嘛 要么这个 企图出去的是个狼 然后他们狼还不抱 我也不知道 这轮反正总归 占边时 先把这个十二投了 我觉得你应该像个好人 一号玩家先放一放 你要么你就紧下 眼无所谓的 我觉得这个九不太好 这个八也不太好 不然我找不到狼坑了 过了 你自己去弄吧 我相信你的 三号玩家请发言 八五十二 一四九出一个 想想看 如果是九 八九放了吧 一四出一个吧 九 当然因为九啊 九感觉是个新手 所以九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不能够确定 我一一如既往的会保 你八号玩家 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在我的四角里面 等于开店考 为什么说一四九里面 只出一张牌呢 这张 这游戏就这么简单 六七两神倒牌 假设底下有两狼 你十二玩家拿不到警惠的 我认为你十四个冤家 只要底下有两狼 拿不到警惠的 警惠不给你 也不用自爆了 就起来就拿把狼 狼都被推了 没所谓啊 警惠撕了也没问题 晚上看你到有什么关系吗 有警惠只出一狼 有九怎么说呢 他被逼急了 我警惠留 你警惠留是要验九的 验出十一是个精髓 就要验九 验出十一是个查杀 就验三五 对吧 这是警惠的发言 所以我不 我觉得九应该是个好人吗 他 这点危机感 总归是要被验了 假设九号玩家 是他 是十二的狼同伴 四一是里面再出一个狼 这个时候 这个十一要去验九 那两票冲十二 警惠带走 对吗 你五 你不用聊呀 不是你聊怎么聊 你在我眼里 就外面的人不知道 但我 我一看自己底牌是个好人 就跑不了了 你二也是个狼 好吗 这不是说什么听发言 或者说什么看逻辑看错的 没有位置 我只要把八认下来 你就是个狼 你是个铁狼 你也是个铁狼 百分之一百的狼 跑不了的 你们 加十二一个狼 一四九 好吗 因为你要到你发言 你才来改警惠了 我真不希望你来验我 三 我三连两轮连续两轮认八 八如果 在接下来发言 听话我发言 八能把我认下来 我觉得三 没有必要吃夜 说实话 三要是个狼 也不怕你来验 对吗 你验了我 有的是狼同伴藏着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假的 我只想知道一四九哪个是 因为九啊 如果是一个其他 其他的玩家 比方说把十一放在九这个位置 通过他投票与不投票 我就知道他是不浪 那九他的行为很反常 你根本就很难断定他 嗯 比较玩家 你不好意思啊 不 那个你不要生气啊 我我不是 我不是说你玩的不好 我 我我我 我是说你玩的有点惨 哈哈 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别生气 发言时间还有30秒 二五十二跑不了 验九验四验一 我随便你啊 反正听四的发言 你也应该很了解四 你也应该很了解一 你也不了解九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能在意思里面找得到 你就不要验九 直接去验一四 你认为那个人 如果你意思里 也找不到 你首先就把九验掉 因为我 我会花很多心思去去研究这个九 好吗 我发言就这样过了 我底牌是个好人 对于六号玩家这种牺牲 我表示 开心 fighting 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一九宝了 四五当中 三四 四的老名比三大 为什么我 为什么给三发上金水盘 因为第一轮 我给他三发上茶沙 他灭了我很久 我不好意思 我说给你甩个金水 五你知道吗 就如果说你被查杀了 前之位十 十二两张牌跳 后之位六七两张牌 你为什么不觉得十二是诈身份 你铁刃十是个预言家 就你六七还在井上呢 我觉得 我觉得五的视角特别栖息 要么我跟你说 我今天会挂票这个五 因为我跟你讲 尤其这个三 一四都给十二上票 三去打了我二 二什么 一 二四对不对 你刚刚打了我二四 然后你 你四觉得八九不好 九肯定是好人 我跟你讲 如果九是狼人的话 绝对会 上个票 没必要压手 九我肯定保了 八不一定 因为八他的 他爆水了 我没跟他玩过 我不知道 你要想 你四给十上票 五是被十二查杀的 六七两张 一张女巫 一张枪牌 八爆水了 九这个位置 如果说他压手 是不是一张焦点牌 不可能的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个牢 我能保的就是这个九 一三四五 这个五号牌 我跟你讲 我觉得 今天初五是最稳妥的 就十二 你给五查杀的时候 五说 我是个平民牌 在我的视角里面 十一地是个预言家 那如果我在你五的位置说 我肯定会说 十二你是不是叫身份 给你五秒钟退水 六七可能还会有人跳 因为我是个好人 但是你的视角当中就是 十是个预言家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开眼了 所以我今天会挂票这个五 留十和十二一轮 我觉得五肯定是开眼 要么就是 十是预言家 五是被查杀 十二五双狼 就因为我觉得五的视角特别开 特别开眼 就是还有六七没有发言 你三也在这里认十 一四给十投票 那么狼呢 你们都觉得十是预言家 那么十二的狼队友呢 我二吗 不可能 还有你三 你三打我二四 我觉得你把我二四打成个焦点牌 你就是在抿身份 因为六七走了 你觉得我是什么 我觉得你在抿身份 这个一被所有人打 一四给十上票 四打八九 你如果说 我觉得我肯定会挂票这个五 因为五给我的感觉 开眼 如果说十是个预言家 五为什么就那么认准 十是预言家 还有六七嘞 还有六七嘞 没有发言嘞 就他直接派了名音的身份 我是个名 我觉得他开眼了 所以我今天会出五 稳妥 因为 十一四八九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一四八九 包括这个三 都站十的边 十一是十的精神 那狼呢 你三在打我二 但我二不是狼 所以我今天会挂票这个五 看你们怎么投票 一 你是被所有人打的一张牌 如果你也挂票这个十二 那么十的 十二的狼在哪里 我就想知道 六七两张神牌走了 八 你觉得暴水了 九 我是一定能保的 如果说他是狼 不会压手 发言时间到 好 过了 我会出五 一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个发言呢 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不要分票 因为你出五一定出不动 你只会让狼队去冲票 好人会分票 你明白吗 就你今天一定是一起出十啊 或者一起出十 那么多人站边十 你想 你是个好人 你比较投了一票五 外置为好人就少一票 出这个十二 狼队很齐心的 比较一票十 当然也有可能狼倒钩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游戏 对于狼来说 因为狼很怂的 狼怕刀错 对吧 所以他们就倒钩 能多活一天 多刀一轮 多扛推一个人 试一个 这样他们才能最保险 明白吗 所以他们这时候 不会打得很汗 所以你说你找不到狼 是找不到狼 因为狼都倒钩了 因为有八号牌在嘛 你问我这个游戏 我不知道这个三是怎么保的吧 这个九起来说 我觉得十是个远远家 不投票的 你真的对他那么了解 你认为他一定是个好人吗 因为我觉得三八 是两张定匪 我认为四九要开狼 我觉得像九 因为九起来跟我说 他现在战边十 然后他不投票 然后强大了伪装 因为在你的视角里面 你保了八 你说三二里边 你说二的身份比三高 对吧 但这点上 因为我觉得九的 发现像狼的时候 他说二的身份比三高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怪 因为我当时觉得 三九像两狼 但你又说二的身份比三高 那在你的视角里面 你觉得我一是个狼 十二是个狼 你又把八保了 对吗 那你觉得二三里面 你觉得三更像个狼 那你是因为 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打四五嘛 因为五是一张茶叉牌 总共打四了 那在你的视角里面 四狼找齐了 不需要再找其他狼 一个一 一个三 你说三的身份比二差 对吗 四是井下的一张牌 五是吃了一张 汉跳狼牌的茶叉 总共大概率是个好人 你又把八保了 那是不是就四狼找齐了呢 然后你说你要站边这个十 你也不投票 然后这个八起来 还说九的发言好 我不知道哪里好 这个三空保了这张八 我也不知道怎么保的 我是个好人 对吗 就这个游戏 二这个发言 总共是个好人 我觉得五 你们要打这个五 三也打了这张五 要可能 可能是我配置底 我听不出来 我觉得五发言还可以 为什么在这个轮次 你要去打五呢 先去打 总共把十二打飞 第二天起来再看了 我不觉得五像个狼 这个位置十二 起跳发自己狼 同伴一个茶叉 我再听听看吧 我不觉得五像狼 而且我觉得四的状态 和发言都像个好人 那景下我是个好人 那九只能是个狼 八起来保了九 对吗 那当然这个我们第二天 再去盘 对吗 因为我自己要把水表清楚 我认为二像个好人发言 我认为三可能是个狼 好吧 十十一是两张好人排 今天出十二 十一号在牧之围再聊聊吧 翻译时间还有三十秒 我再想想 五 三十个狼 八十个狼 九十个狼 应该三八九吧 好吗 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一四五十啊 因为 四给这个十投票的 本来我想一四 有可能会开容错 但是我觉得就没有错 还有这个八是改了我发言的 那我现在好好跟你讲 我是锦下第一个去盘锦上的 十十完全没有聊过锦下的 我说十在这个位置起跳 给十一发张金水 我的后置位有一张茶沙 对吗 那我觉得有可能锦上是多好人 所以说锦下只有三张牌 那我去验这张九 九如果是个金水 那一四就去表水 对吗 九如果是个狼 那就先出九 因为我已经找到三匹狼了 也无所谓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吗 这是我锦上的发言 好吗 因为锦上这个十一发我言 我已经把他认了 因为我觉得十一锦上这个发言 是个好人 锦下这个四已经丧心病狂了 就是 哎 你告诉我 你说你赞同四号玩 你赞同这张二号玩家的观点 觉得五十二 三五十二 然后八九 对吗 这是你的发言 你说三五十二八九 你认同这张 你认同这张二号玩家的发言 你说先出我这个十二 那我在你眼中 就是一点点预言家的面都没有的 对吗 但是你最后拉回来一句 你说嗯 这个五应该不是个狼 十二 五的不是个狼的逻辑 是因为我是张狼牌 我不会给自己狼头 漫发茶杀 对吗 那你们告诉我 这个五的发言是什么 对不对 它是我张茶杀牌 我没有仔细听 但是我粗略听了一下 就已经有很多爆点了 我想你们在场的好人 应该是听得到的 桌上的配置应该听得懂 对吗 我就不想去多盘了 在我眼中是一五十 好吗 九一定就是个好人了 因为九如果是个狼 就局气点去冲票就可以了 无所谓的 因为我觉得我景上发言 不是很好 一般般 对吗 我觉得景下如果开多幅的 我吃票票正常 无所谓 因为我有张茶杀牌 我可以验两天人 有没有景会也一样 好吗 那就一五十三八 你们再开最后一张 我大概率偏向这张八 因为这张八景下改了我发言 好吗 就无所谓了 我就去晚上就把这张八翻了 翻得到翻不到也无所谓了 翻得到嘛就翻得到 翻不到嘛也就这几张牌了 无所谓了 因为女巫和枪牌走了 我活着多一天和少一天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好吗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好无聊哦 都不需要表水 是不是啊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五号人家四匹狼 但是先签出十二 好吧 一四五十二 四匹狼 人为 我先一个个说啊 为什么我说五号玩家四个狼 首先我请上认了十号玩家 是个语言家 所以十二十匹狼 为什么说五号玩家四匹狼 你在那个位置其实视角太清晰 你是上帝视角 你说九号玩家前段的发言 不好 后面的发言可以 好 聊着聊着聊着 说九号玩家又不好 八号玩家又饱了九 三号玩家其实又觉得 八号玩家不好 聊了半天 放不清八九了 你在那个位置觉得九号玩家 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完事了 你觉得九号玩家是狼人 你最后 其实你最后聊的东西 都是没有任何营养的 哪面玩家自爆 十二号玩家自爆 十二号玩家自爆 所以玩家天黑请闭言 我们下一个白天 昨晚十号玩家倒牌 十号玩家倒牌 请选择移交警惠会 撕掉警惠 一号玩家帮选警长 请一号决定 十一号或者九号开始发言 九号玩家请发言 这游戏我已经找到了呀 三狼三四五呀 就这个游戏我第一轮发言 我就知道有人肯定会有人 拿我那个不冲票这个理由去打的 但是打我的 我这里也很惊讶 打我的我觉得一号他肯定是好人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观点 这个十号他不说咽我酒吗 他把警惠飞给你一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底牌是张好人 对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逻辑怎么样的 我如果是一个狼人的话 我不冲票的 把你们所有焦点都投在我这个上面的 然后一四十字的里面 我为什么说你们三四五十三狼 是你告诉我一四九里面是一头狼 为什么是四 因为听了一的前面那轮发言 他一定是好人 为什么说你三十狼 因为你告诉我 反正我待会让我理一下思绪怎么说 五十狼这个逻辑 前面你们都说了 二一定是好人 前面一这个逻辑听下一定是好人 然后三你去打了一四十 你说一四九里面一定出一狼的 这是你告诉我的 所以我觉得一是我这里面的好人 我看清底牌下那四一定是个狼 然后你十一是饮水不用说了 二号那样发言一定是好人 反正我也说不出什么狼 反正我就觉得三四五十三狼 好吧 容错率也没什么容错率 就八号是你三号保的 我觉得你作为狼 三号你是一头狼 没有那么做作的 把自己一个狼同伴说 你八号是个好人 对吧 但你们肯定会 我不知道他前面说厌我 为什么仅会给你一号 他有可能想换个人练一号 但我底牌是这样好人 我要死 我现在如果在这个位置 我是这样狼 我就自爆了好吧 对吧 反正而且我觉得我三四五十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龙 所以这帮三狼肯定是对的 我这个人喜欢乱发言 这本来就是个发言的游戏 对吧 找到狼们就对了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景辉留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确实是九 但把景辉给了你一 我认为是验了你一 而没有验九 我有考虑过九十张狼人牌 首先上一轮发言 他在我这边 大概率被我排掉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起身前七秒钟 直接点三四五三张狼人牌 他这个位置 因为以致我们是四狼打两神 如果九十张狼人牌 景辉留他就自爆了 就自爆 干嘛让我们好人再发一轮言呢 而且他起身前七秒钟 直接就点三狼 他还去帮我们去找狼 所以我不知道一号 你是否能够 也不是说回头吧 就我们都是站对边的 你当时认为三八九是三张狼人牌 我甚至认为是二四五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把二保了 但二起身的前七秒钟 他说什么 他说四的身份比三低 三四那轮是强打二的 我再跟你三号对话一下 我那轮对你有怀疑 就是因为你第一轮 你把二保了 所以我的视角的狼坑就盘不齐 所以我会对你产生怀疑 我希望预言加一你三 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我越聊这种心路历程 我就越不能为白痴去挡刀 因为你那轮是保了二 我才会这样的 你刚刚那轮你去打了二 你觉得二四张狼人牌 那我才能把你牌了 你们有你们的判断方式 我有我的判断方式 五号是我的听杀牌了 是我的听杀牌 第一轮其实我是站边十的 所以十二抱五 一张叉杀牌 五在我视角当中 我就没有特别认真听 这倒是我的实话 因为我当时 我是软站边这个十的 五我说了 你发言三分钟 我一定能听出 你是张好人狼人 那我是认真听了 他的发言 我觉得五是张狼人牌 所以一你能不能回头 不是特别重要 当然你那一票一定很重要 因为场上有三郎 你参考一下11号 这是我对你的 唯一的一个要求 你是张好人牌 因为预言家验了你 你是张好人牌 你参考11号的意见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一个要求 好吗 那我视角当中 四五一定是 因为二是你保的牌 你拿到警惠了 我会尊重你的意见 你要保二 只不过我们分持 对于二三当中 我们分持不一样 那在我的视角 四五一定是公共狼 十一是精髓 一你是张精髓牌 预言家一定是验的你 因为十号这位玩家 他的预言家验法 你也懂的 你跟他玩过 他喜欢我搞这种东西 你懂的 我只是认为 九刚刚那轮发言 确实有点震撼到我 我本来以为 他也会自爆的 警惠给到你一 而且警惠给到你一 说实话 三我也不能百分之排 因为他也有可能验了三 然后把警惠给了你一 你毕竟是打过三八九的 但是在我视角当中 我跟你二跟三的看法 不太一样 但也有可能是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这我承认 那四五是什么盘呢 四五是什么盘呢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你借鉴一下 十一号的看法 你们同是好人盘 你有你的判断 你也借鉴一下 十一号的判断 我会在四五当中出人 因为我觉得二三出最后一狼 四五应该是两张狼的 如果二三 二三是两狼的吗 二三两狼 因为三第一天你保了二 所以你不要怪我 你一直保我 我不能把你排 是你保了二的 第一天的 而我所有的身份 从来没有错过 我井上在三号还在犹豫 十跟十二随时预言家 没有明确站边的情况下 除了这个五明确站边 你们有些明确站边了吗 我基本上算明确站 我说十二号的发言 跟那一轮 曾院家的发言 状态上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是站边这个十的 白天的第一天发言 我虽然没有强势站边这个十二号 为什么没有强势站边十二号 因为是井下你一四两张牌 都投给了这个十 所以我狼坑上面 我说会有一些疑虑 这是只有一个好人 认真去找狼的时候 才会去想的 再说一句难听的的话 狼人是编不出这种 我刚刚发的这种心路一层的 他是编不出这种 找狼的心路一层的 只有一个真的好人 翻译时间还有三十秒 好吧 借鉴一下十一号吧 我相信十一号的判断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十一号玩家 你觉得我是个狼 全场都打我 你看好 这牌首先十是一个预言家 他说他去验酒的 把井会给了一 那是不是默认酒是个茶沙呢 或者你在默认 你觉得十 他作为一个预言家 他没发言 临时去验了一 然后把井会给了一 把九宝下来 对吗 不十说要去验酒 那好 全场都打我 除了四九五还可以 包括现在吃了这个井会的一 对吗 是个好人 他也觉得我还行 其他人是不是都打我 那你盘十二跟五狼 叉叉狼好 因为你认我是个狼 我是个狼 十二是个狼 八说他是个好人 把九宝了 虽然九没有吃到井会 那是不是八九又是好人 一是个吃井会的好人 二是要我五十二轮 就出局的牌 三说五一定是个狼 不那四五十二是三个狼 还有个狼是谁呢 不是还有一个狼 比我五一张狼牌 狼采狼的狼的身份 都还要高什么 一定要我五先死 他可以引下来嘛 不存在的 全场都说 我五十张匪的逻辑 十二在高之 给我丢了个茶沙 我为什么要拍身份 我不拍身份 我说你十二炸身份 好拉倒 莫作的人 有狼是十二的同伴 起来打我五 不是十二都给你发茶沙 你五身份不跳的 你是什么东西啊 五号完蛋出局啊 警下在拍身份 被人家狂打 不过这个局 没有人警上炸身份的了 那这十二给我发了个茶沙 他的状态到位了 我就说我底牌 是个普通村民 对吧 你是在汉跳 十四张预言家 那外之位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再向上一盘打 一四五十二 是四个匪的 一吃井会了呀 对吧 那这九没有吃到井会 是不是默认九 大概率是一个十二的茶沙呢 那你们打四五九十二 我们有两个狼 请下一共三个人 有两个狼同伴坐在井底下 这个十二是个汉跳狼 给我五 一张狼同伴发茶沙 干嘛呢 十二在外之位 发一个金水 四九直接给十二冲票 十二不就吃井会了吗 这个盘男盘是因为 六十一个女巫 他读了七十一个枪 对吧 那狼人知道 两生一走 他们就去打倒沟了 所以十二的坑位 就盘不起了 对吧 就你去想 全场都打了我五 那今天九都没有吃到井会 八还说 十没有去验这个酒 一九是一个好人 那你们连九都打不到 怎么去打这个二呢 那八也打不到 三上一轮就说了 五跟十二是两狼 井上就说 井上说十二可能是个预言家 因为我井上点了三嘛 那井下我想让你十一区定你三 那你觉得我五是一个狼人 那就是说四五十二是三匪了 还有一个狼人是谁呢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 对吧 就我五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那上一轮 你们说我视角清晰 我底盘是个村民 十二在井上报了我茶沙 那十是不是个预言家 十一就是一张名好人了 预言家真精神啊 那外之为的酒 你说我怎么去定义这个酒 那这酒他自己聊出了 两个人要去验他 其实你们跟着酒 今天第一天晚前两盘 这酒的状态 你们也是知道 那我怎么去定义他 我又不是个预言家 我只需要表水就行了 我一直在向你十一号玩家对话 那你莫之为觉得 我还是个狼人 那你觉得 井下多富还是少富呢 今天出不出这个酒呢 因为石井会留的油酒 他把这井会给了一 什么理由让他需要去验这个一呢 对吗 昨天你说 五跟十二是双肥 那这十二就是不想让这个石 去改井会留 因为这个石发了一言 很有可能 打井下的谁是个定匪的 好吗 五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石 没有把井会给这个酒 这个酒就是张茶沙 好吗 那我十一号玩家 大家都认你是个好人 都要听你去归这个票 如果你觉得 我五是一个狼人 你莫之为还要归我 那你就归 对吗 因为归了我 游戏就结束了 场上现在还有三郎 我底盘是个普通村民 我井上就说了 对吗 你们说我视角很清晰 我也不理解 因为我底盘是个村民 他查杀了我 我总归分得清 谁是预言家 谁是好人了 那六十个女巫 她读了枪 我又不能控制 那两生一走 狼人是不是就去打盗工 那外住的狼人 那盗工狼人盘 盘不盘呢 那我怎么盘呢 对吗 我底盘是个村民 我去打 万一我打错人了 是不是 昨天我五就出局了 对吗 那今天九号玩家 是个查杀就出酒了 因为石没有改过井汇流 是不是 就去咽一个酒呢 因为你石一是个精水了 好吗 那我觉得八要去保这个酒 八也是个狼 那外之外 还有张狼人盘是谁 我就不知道了 好吗 这一号玩家 我底盘是个好人 我的标水就表到这里 十一号玩家 你想一想吧 过了 出酒呀 四号玩家请发言 出酒呀 为什么你们都能把 八号玩家 我不知道你底盘是个什么身份 因为我听完你上一轮的发言 我觉得你像一个狼 但是我上一轮打了 八九是双狼 你这轮没有来打我四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能把这个酒保下来 你认为他这轮发言很好吗 井汇给一 随便他验谁 九号玩家是不是 一定是个狼呢 为什么 为什么能把这个酒保下来的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找不到狼坑 我觉得这个八九还是狼 但是他们就去打了这个三 因为二号玩家那个发言 我是完全听不懂 就是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一会儿说什么 这轮要出五 一会儿要什么乱七八 都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觉得一号玩家你是个好人 对吗 你可能这个二号保对了 但是这个八九 两个人都打了这个三 我也不知道这个三 因为上一轮都踩了我四 这个八也踩了我四 这个九也踩了我四 天天就四五四五四 我们两个人就是真的很踩 一个蛋 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啊 这轮先把这个酒出来 这个酒还能不是一个狼吗 我也不知道他这轮在聊什么 上来说 三四 二四五还是三四五 三四五三个狼 三四五三个狼 我上来给你这样踩 我先 我先踩八九 然后我一定要去保这个五 十二号自爆了 五号人家在这里干什么呢 因为上一轮 十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他是打了 一四五 十二是四个狼的 上一轮十一号玩家 他发言没有玩 十二号玩家就自爆了 如果十一号玩家发言 他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会归五还是归十 因为当时大家都认十一号 是个好人 这个傲向和傻子一样 要去跟着他们就投这个五的 我觉得五号是个好人 我认为他状态到了 我虽然跟你玩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五号玩家 一定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表水 这个水才能表干净 因为上一轮 十二号玩家在你发言 打一四五十二的时候 他自爆了 那你认为一四五 一号现在是个好人 对吗 十号玩家是一个警长 一号玩家是个精水 你打一四五 你有可能会归 这个五十二号玩家自爆了 那你认为这个五号玩家 他还能是个狼吗 八九两个人在这里 很打四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九号玩家能保 五号玩家不能保 五九两个人 肯定九号玩家先出 一十号玩家对我的了解 他一定验不到我 他肯定在一九里面验 我认为他已经验了九十和茶沙 那如果就算验了一是一个精水 我自己是一个好人 这能也是出九的轮次 我不知道你要 我不知道你在盘一四五十二 在干什么 一四两个狼 我们跟十二号是狼队友 我们两个人都去打倒沟 一定要出十的 然后九号玩家是个好人 就在下面不投票 就弃票 上来也不知道跟你在聊什么东西 我还能是个狼 他说我一定是个好人 就这个标准 你能把它保下来的 一四两个狼 你这什么逻辑呢 十一号玩家 我上来我都怀疑 因为我本来是真的很认识 一号玩家是个医院家的 就我对他了解 我认为他状态到了 发言也挺好的 你上来就打一四五十二 我都很郁闷 结果是二号自爆了 这五号玩家还能是个狼 你想想他自爆的时候 好吧 这人肯定出九 八号玩家我不知道 三号玩家我不知道 二号玩家是你要保的 我觉得我要保这个五 好吧 五号玩家应该是一个好人 八九两个人 天天在这里打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给三座 发言时间到 啊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七十号玩家出局 那个时候那句很做得的 给耶 给耶 你觉得他怨过九吗 八号玩家 我觉得他一定验了九 但他拿这张警惠去保了一 其实九是个好人 我觉得 逻辑和状态啊 都说服不了九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就用人性吧 就当我打广告 九是个狼人 前两局 你没有听 看到过九号玩家的表现 九号玩家甚至连网上 我跟他打了格式 我让他自爆 他都不知道的 九号玩家在 明知十号玩家 厌九号玩家情况 前之后让他第一个发言 他能通畅的说三四五三狼 不行 一个新手做不到 没有这样的心态 发言语无论词 我觉得你敢打人 就已经是个好人 别说你前作为第一个发言 而且还是接了一张疑似查杀 他根本就没有慌过 他只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警惠给一页 他能说出这句话 他真明知道 九十这么做 是有可能要发九叉杀的 但他从来没有害怕 因为他相信你 他相信你十一 相信你八 相信你三 但你八 没有做他心目当中那个男人 让三做 让三做 三号玩家跟你说了呀 我把你认下来啊 现在我狼根已经定死了 二四五一个跑不了 但怎么出人呢 我觉得是五四二胜出 臭男人流车干什么了 张死吗 张就让你先出去 当然了 一号玩家要是不喜欢女生呢 那就二四五胜出 好吗 四号玩家不用变 真的不用变 二号玩家也不用变 我都说了 一四九只能出一个狼 有两个狼直接送警惠 好吗 就不用说了 八号玩家 我从来没有保过二 我保八 所以我说八号玩家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想听听六的身份 但我保二什么保 二说三清水 三说 三号要反水 然后想发二一个叉叉 只搞了一个反转 说二是个精髓 我从来没有保过二号玩家 当然因为六七这么搞 就哪怕我之前再保二 我也得打二十个狼 没有位置了 我很怕的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是跟 那个研磨差不多类型的人 他就会喜欢 冥想一些东西 冥想一些东西 让自己沉浸在那个东西里面 这个医药是没有验过 酒是个精髓 发一是个茶杀 四是个好人 那就牛逼了 只输一手 冤家没有验过 一 验过酒去给了一 好吗 因为一其实 刚刚那种发言不是特别的好 一说二 你一定是个好人了 但是我们先出十 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初五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好人 但是到 一这个位置 他不分票 像个好人 但他说你像个好人 但是我们 我不觉得五一定是个狼 这句话我觉得很怪 其实在我的世界里 就是二四五 我把八认下来 九在那个位置 他只能是一个好人 他的状态 不可能是一个狼 对不起 二四五 好吗 二四五 五四啊 怎么出都可以 但是 一样玩家 你不要这么做做的 来盯着我 好像我要是个狼 你也不可能 被你这么一看 就给他看出来 还是一个狼 还是一个好人 好吗 都 就够了 二号玩家 请发言 做 你看他一直在保九 五四五打了吗 没打 八你 你保了 四五你打呀 你只保九 是不是做做 三四五 没有一点点容错率 就你十一归票好吗 你觉得五 三四五谁出在前面 你十一先归 就你三保 一直保九保九保九 就学你保吗 我保了 坐坐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我为什么上楼要出五呢 因为我 五要出在三四后面 毕竟他接了一张狼人茶茶 容错率 这是个八 八第一轮就是一直特别 就我不知道 我玩面衫很少 因为玩网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诈身份的多 所以我上轮 我分不清十十二的时候 我会觉得五的视角特别心情 他上帝视角 但是在后面 还有两个人没有发言的时候 我掰了一下票 但你三这轮 就保了九 四五都在打九 你三是不是特别做做 你保了九 你打四五呀 不打 就你我觉得你十一可以吧 就你觉得不忍心归四 你把三归了 再从四五里面归 就我觉得游戏结束了 九这张牌 就我对他了解 就如果说他是张狼人牌的话 第一他绝对会上票 第二 如果说他是张狼人牌 警长把 就警徽给一 我觉得是一 发言不好 会被扛推 他保了我二 还有九 在起身发言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爆水的发言 比你八爆水还要厉害 就我觉得容错率在这个吧 你十一觉得 三四五三匹狼 没有一点点容错率 就顺出 白痴派你们找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有容错率吗 就是这个吧 我觉得九吧 不像只狼 真的不像只狼 如果是个狼的话 就把警徽给一的时候 蹦 直接自爆了 除非九号小姐姐 不知道自爆这一点 我也不是 上轮我是保九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个狼人的话 不会七票 绝对倒钩 有你十一归票 三四五 你觉得三四五 谁的发言最差 你把顺出 就白痴派 你们自己找 好吗 就一号过 四五呢 肯定是两个狼了 四都说了 你说 验了九十个茶沙 飞了我一 你后面又说 一是个精水 对吗 因为在你们社交里边 你们总会去盘 不可能 你们要去扛退这张九的 你们总会另外 去找扛退位 你们还要扛退这张九 你们就一定报废 因为时我认为 他是验了我一 因为他前面听了 都说九十个好人 他这个位置 他发我一张精水 他起来喊那么想 他一定是验了我一 他验了九十个茶沙 他一定飞十一 他怎么知道 我一是什么呢 我上轮发言又不好 对吗 他怎么敢把景辉 飞给我呢 他凭什么 十一号玩家 是他的精水 在牧之后发言 打了我一是个狼的 是个道理吗 他如果验了九十个茶 他一定会飞十一 他凭什么飞我一 对吗 四号玩家 跟你说了 要跪着跟我飙水 不相信 先把五出了 然后第二天 让四跪着跟我飙个水 让我爽一爽 这个二我用生命保 好吗 你放心 由于我在 这个三一定动不了你 你就 反正你就外面随便那个 到时候 你跟三就批 对吗 我终于找到一个人 可以去治这个三号玩家了 狗链带了吧 下次记得带跟狗链 对吗 一定把三干死 今天先把五出了 好吗 当然你要出四也可以 无所谓 我觉得四五双了 对吧 就这样了 过了 最后的通牒 二号 三号 四号 最后三匹了 游戏结束了 好吧 你就找白痴 找得到就找 找不到 就不找 一号 五号 八号 九号 你们听我归票就可以了 好吧 我先讲为什么 我先讲结论 再讲为什么 二环家 我昨天发现是个定狼 你一个要去保二 我就认为 你觉得二环家 这个状态还可以 所以我认为 你一是个狼 二是个好人 你一是个精髓 那一刻 二环家一定是个狼 二是个狼 我一直不了解 二环家 二环家他昨天的发言 是要扛推这个五的 他觉得 你们找12郎同伴呀 找不到 所以五环家 一定是那个狼 今天初五是最安全的 好了 现在我知道了 二环家是那个 局系的狼人牌 而且你昨天发言 你保九的理由 非常牵强 我保九的理由 是因为他的发言 前半段后半段 我知道跟八环家 一模一样 五环家也是一样 虽然你那个位置 发言很差 你那位置是最清晰的 你认为九环家是好人 那八环家就是好人 那一二三四 就出三匹狼 非常清晰的视角 讲不出来 好吗 但是因为二环家 是个定狼 所以五环家 你一定是个好人 四环家为什么你是一个狼 因为你是投票投给十 你要倒钩的那匹狼 你要倒钩的那匹狼 怎么办呢 你要把一张 你要做自己的身份 你要把一张牌 拉下水拉下牌 就是这张五号牌 所以不好意思 四环家是那个倒钩狼 最勾的最勾的 勾的最深的 是他妈这个三号玩家 今天二四五三匹狼 加一个九 三号你能说出 九环家是比查杀 这个话 你就一定是一个狼人 回到第一天的请上发言 三环家其实要战边这个十二 他觉得我十一号玩家 这个这个 他觉得我十一号玩家 会战错 他会听我的 他把身上的钱交给我十一 他其实在说服我 要去战边那个十二 但是三号玩家 你紧上保了二 紧下凭什么 直接把二打成铁狼 位置 没有记得一号玩家 发言之前 为什么把二打成铁狼 一号四号 可不可以两匹狼 倒钩这个十呢 不可能吗 说不出这个话吗 所以三环家你是个定狼 二环家是个定狼 四环家是个定狼 今天听我归票 先归四 我不知道你会 能不能归到二 今天先归四 五环家我铁堡了 九环家铁堡了 八环家铁堡了 今天就归这个四 四归完了 三环家走 这么简单 今天先归四 明天再归三 明天再归二 刀到白石 算你们赢 我能找到狼 我们就算我们已经赢了 因为这个王宝宝傻逼 某个 你们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女巫被毒了 就能毒一个汉跳狼 再不认一个女巫 让他们狼人 对不对 去刀一张外之为的牌 哎呦 某一些人就知道毒枪 毒不到就不要毒 听到没有 毒不到就不要毒 出四 过了 读玩家快点了 冰箱 归票 其余玩家不要对话 狼人为二号 三号 四号 三名狼人 其余玩家不要对话 二三四现可以讨论 嗯 这么跟你们说 九 九 九不敢 不敢 谁要玩家 我尊重你吧 我让你置过必装玩 对吗 好 那你现在看不出来吗 6 6 9爆水8爆水 8 就是带1 1 这样啊 我跟你说啊 白吃出来11 那就11随便看 11呢这样 因为11秀了我们 11把我们狼点出来 所以我们要秀他 好 怎么秀呢 就送他们一刀 好 我们有两刀对吗 对 我们就看一刀 好吗 要不然这算什么 别人会在他秀呢 你看我们不简单 明明第二天起来包包包包 李锦大神真男人 不然我就出局了 谢谢李锦大神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相信李锦这个操作 能秀成的请扣 没有没有没有 他第一天就说 我已经挡不了刀了干嘛的 他是个白痴 他会不会这么做做 他不会那么做 不是他很害怕我看出来 他那个时候还在怀疑我 他那个第一天发现的时候 他在怀疑我 酒第二天还在说什么 我翻像个白痴干嘛的 酒要不是不懂 我就更不能说了 你是天天忍拼 你实力啊 你是真的惨 我想砍酒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能不能不上票 不敢 能就是在锦下不上票的 非狼即生 哎有可能啊 他可能拿了张神牌 躲在锦下 怕什么 我我张神牌怕什么 先砍酒 再把一砍了 不要不要不要 听我的 听李锦的 他都不让我出局 我一定听他 好人秀了你懂吗 你听李锦的 到处也是他背锅的 怎么了 兄弟 你跑不了的 就砍一 十一太凶了 十一要是个白痴 会低调的 十一太凶了 哎 锦上他们做什么了 十一号干嘛了 十一号没有 你们打 打十十一双狼 那蛋 太深刻了 他上一天就在保一 蛋 你意思要带一刀十一是吗 不不不 我说他是个蛋 你看你看 快点快点 我们有两刀对吗 嗯 送一刀十一 我们就倒一倒 倒一倒一 倒一 好 游戏结束了 十一 一号玩家翻下函 吃白痴吗 好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好 我看一下直播间有人猜对了吗 我这么明显 我说你 直播间 刚才是不是有多想保你到晚 我还要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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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 好 这本局游戏狼人阵友也 2号 3号 4号 12号 6号女巫 10号远家7号猎人 白痴神 那 第一天 第一天狼人 盲到了女巫 6号 那女巫盲堵了7号 是个枪 我不知道 呃 王宝宝在下面跟那个枪 对话的怎么样 反正昨天的时候 女巫盲堵了王宝宝 王宝宝是个枪 王宝宝在JSC上演了一场大战 真的 我们楼下三楼都能听到 不知道今天王宝宝怎么样啊 不知道 一会儿去楼下的时候问一下楼下的同志们 王宝宝今天下去什么表现 那 第一天狼人刀了6 然后女巫毒了7 六七双死 第二天的时候 第二天的时候到了10号嘛 然后因为10号是个预言家嘛 10号验了1把锦灰飞了1 那这一轮发言呢 其实大家正常发言 他们二三四一直在找那个白痴嘛 然后因为夜间我记得他们夜间打格式的时候是 他们原来以为11号是 一直觉得11号是那个白痴 那这一轮发言李锦刚才是说 觉得11号发言有点凶有点爆水 他把9还有11排了 那他的位置 他把5也排了 他的位置其实就是18了 但是就二三两个 二五二四两个女生呢 就一直觉得11像 那李锦觉得11不像 所以最后李锦是拍刀拍了1 但是我没听到他说 觉得58不像的原因 因为我刚才听到他好像说 11和 他才能够打电话 我老是感觉到你 真的认识他的 他不是很厉害的 他不说他 那是这样的 也不是很厉害的 他不能说 他没听到他 那是很厉害的 他不想和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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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